各位战友大家好,我是战国导游岳翔兵长,欢迎来到岳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鬼灭之刃第二季游锅篇,本周就要上映了 撇除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教小孩之外 其实吉原对于日本的文化影响很大,甚至间接影响到了台语 到底什么是吉原?吉原长什么样子? 罗生门河岸又在吉原的哪个地方呢? 为什么到了大正时代还有吉原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可能会被黄标的话题,吉原游阔吧 首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吉原游阔 虽然在鬼灭之刃里面用游锅,但是早期的典籍都是写成游阔 吉原游阔它是在江户时代得到德川幕府许可的花街柳巷 在德川家康开设幕府的时候,江户到处有许多寝城屋 不得不说寝城屋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比游女屋更加文雅呢 随着江户的发展,幕府觉得应该把这些寝城屋集中管理 而寝城屋的业者也希望能够得到合法经营的执照 当时战国时代北条家移城之子,庄师圣又为门好几次上书给幕府 主张应该要把寝城屋集中管理,这样对于税收跟治安都有帮助 在大阪执政后,德川家康正式统一天下之后 幕府终于决定在日本桥人行丁附近设置游阔 因为这个地方原本是长满芦苇的尸地 芦苇又称为家,所以这个地方最早称为家园 后来改为日文发音相同的吉园 后来随着江户的都市规划越来越庞大 吉园又从日本桥附近搬到现在浅草附近 严格来说称为新吉园 大家在日剧《仁医》或者是在《鬼灭之刃》里面看到的吉园 严格来说都是属于新吉园 吉园被称为是油阔或者是油锅 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在日文发音里面,油阔跟油锅的发音都叫做《油格》 所以两个写法其实都通用 但是因为锅是现代常用汉字 所以现代经常写成是油锅 吉园就像是一座城锅一样戒备生严 四周不但有围墙,外面还有一圈壕沟 搬到前朝附近的新吉园 总面积竟然有2700多平 毕竟我们是买不起土地的人 讲评数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 新吉园,面积大概算起来 大概有3.5个台北小巨蛋这么大 四周的壕沟,宽3.6公尺 油阔因为设有围墙 只有一个出入口称为大门 天亮的时候开门,晚上大概10点左右关门 不但能够防止游女逃跑,也能够管理出入者的身份 因为吉园是得到德川幕府许可营业的花街柳巷 所以在吉园里面也有官差 进入吉园之后,左手边有个翻锁 这里就是官差驻扎的地方 在大部分的时代距里面 官差都是光吃饭不做事 只有缺钱的时候才会出来找大户割韭菜 在右手边有一个四郎兵卫会所 可以说是油阔工会的据点 所以关于吉园的治安还有出入管理 主要都是交给四郎兵卫会所来管理 NHK有一部时代剧称为《吉园里同心》 兵长非常喜欢这部时代剧 剧中的主角,他就是受雇于四郎兵卫 暗中处理吉园内部大大小小的事情 虽然游阔是花街柳巷 但其实女性也能进入 但是要进入游阔的女性 必须先在四郎兵卫会所换通行证 除了医生可以搭轿子进入吉园之外 其他人不论任何身份都得徒步进出游阔 虽然说游阔是一个被围起来的城镇 内部当然得自给自足 所以里面有澡堂、鱼店、清果店、花店、餐厅 甚至还有帮游女代写情书的情书枪手 讲到澡堂 其实台语有一句话跟澡堂有点关系 在台语里面 阿萨布鲁是骂人家 不正经、乱七八糟、不守规矩的一句话 阿萨布鲁这句话的语言 来自于日文的阿萨布鲁 也就是早上洗澡的意思 很有可能因为有女士早上送课之后 先去睡完回笼觉 大概十点左右才起床去洗澡 所以阿萨布鲁才会变成是 骂人不务正业、不正经的意思 不过随着时代的改变 现在早上洗澡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反而变成一件养生的事情 顺道一提 因为有女他们的发型要上胶固定 所以有女大概一个月才洗一次头 在全盛时期 吉原的有女总共有六千多人 加上吉原里面的商人、职人 加起来总共超过一万人 江户时代的吉原 跟唐帝国的清楼一样 都是文人雅士往来的社交场所 晚唐诗人杜牧写了一首《重登科》 借由清楼女子来炫耀自己金榜提名 传说伊达正宗的孙子 她明明是个大名经常流连吉原 也曾经用重金帮高伟太夫赎生 了解了吉原的概况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有女巫 也就是鬼灭三人组 潜入吉原之后生活的地方吧 吉原是一个棋盘状规划的花街 穿过大门之后 迎面而来的是中央大道 称为种植丁 虽然名字有一个丁字 但其实这是主干道 中央种植着樱花 两边还有照明用的灯具 以及防火用的水桶 一些大规模的游女巫 都是位在这些主通道之上 这里也是花魁道中的主要通路 在种植丁的左右两侧 有三条主要的通道 游女巫主要分为三个等级 称为大建市、中建市、小建市 花魁都是属于大建市的游女 不是有钱就能够闯进去大建市 大建市通常不接待生客 要透过饮手茶屋的介绍才能进去 中建市的话 透过饮手茶屋介绍的客人 会被视为贵宾 但是你如果不经由饮手茶屋也可以进去 小建市就跟饮手茶屋没有关系了 其实从店面的规模就能够大概分辨游女巫的等级 通常大建市的窗篱很密 从外面几乎看不进去 中建市的窗篱大概是遮住四分之三 小建市的话大概只遮住一半 在江户时代后期 集园的游女巫大概有两百多间 但是大建市大概只维持六间到七间左右 大建市是两层楼高的建筑物 店铺的面宽平均来说有24公尺 目前台北旧公寓店面面宽大概四公尺左右 所以大建市足足有六倍那么宽 因为平宿大要顾及采光 所以在大建市里面还设有中庭 这个在电影《恶女花魁》里面经常出现 大建市的一楼是主要的营业空间 还有厨房等设备 像是鬼灭三人组他们刚进去打闸的时候 或者是低阶游女他们没有自己的房间 晚上都要打通步睡在一楼称为杂鱼寝 花魁或者是其他高阶的游女 在二楼才会有自己的房间 除了大建市中建市小建市之外 还有厨贺装病之后所住的切建市 切建市是最下级的游女屋 通常都位在集园围墙边边 切建市就像是顶楼加盖的雅房一样 通常是一间房子用薄薄的木板隔成好几间套房 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罗生门河岸了 在集园的左右两侧 右侧称为是静念河岸 左侧的前半部分称为是西念河岸 后半部分则称为是罗生门河岸 也就是梅跟哥哥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为什么这里会被称为罗生门河岸呢? 这个语言来自于罗生门的典故 在平安时代的惊喜物语记载 腿痞的罗生门里面住着盗匪 这里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罪恶冤手 住在罗生门河岸的游女 大多都是染病再生 或是从游女屋退休下来的游女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奇怪 游女也有退休年龄吗? 其实江户时代的游女 大概在28岁左右退休 虽然游女通常都是为了家中经济 才会来游货工作 但是他们进入游货之前 父母会跟他们断绝亲子关系 游女名义上成为楼主的养女 并且签订10年左右的工作契约 因为游女们已经跟家族断绝关系了 就算她退休成为自由之身 她们也没办法返回家乡 运气好的人被赎生 但是有些人留在游女屋 成为管教年轻游女的前手婆 有些人流落到罗生门河岸 有些人离开了吉原 但还是从事相关的工作 也有许多游女 根本活不到退休年龄就病死了 一说游女的平均寿命只有22岁 吉原虽然是江户时代 达官贵人、豪商们 一直千金的交际场所 孕育出许多庶民文学跟庶民艺术 但是在光鲜亮丽的背后也有许多让人鼻酸的故事 这也是研究游阔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的事情 通常讲到吉原都会想到江户时代的花街 为什么历经了明治维新 到了鬼灭之刃的大政时代还有吉原花街呢? 其实这件事情跟清帝国有一点点关系 如果有看《浪克剑星》的人 应该知道石本刀的居行尤美 他因为不满明治政府不把游女当人看 所以反明治政府 漫画有提到 起因是明治初期 1872年发生了 玛利亚路斯号事件 什么是玛利亚路斯号事件呢? 在西原1872年 有一艘秘鲁籍的船停在横滨 船上面的清国苦力透过英国军舰 向日本寻求人道救援 虽然日本依照国际法 协助这些清国苦力返回清帝国 清帝国事后也向日本道谢 也许这个故事有哪一天会改编成清国的战狼 打击境外部法分子 解救国民的电影也不一定 另一方面 秘鲁的船长则回呛说 说我们不对 那你们日本的游阔呢? 这件事情搞得日本有点尴尬 所以在同一年 明治政府发布了 易昌纪解放令 理论上来说 日本3400多名游女得到了自由 为什么过了40几年 到了鬼灭之刃的大政时代 日本还有吉原游阔呢? 这是因为日本采取了换汤不换药的政策 游女巫改名为代巫夫 就像是现在的日租套房一样 名义上游女是自己跟代巫夫借场地经营 而且政府为了管理代巫夫 还是允许吉原继续营业 而且因为法令个配套不周全 导致游女的社会地位反而比江户时代更低 话说回来 大政时代的吉原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鬼灭之刃 游锅篇的预告影片里面 有一个很写实的景 根据江户有理的记忆 《苦戒禅寒考》这本书里面的记载 大政时代的吉原大门 从原本江户时代的灌木门 改为欧峰圆拱建筑 不得不佩服鬼灭之刃的考据 这时候的吉原 虽然规模比江户时代的吉原小 但就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延续下去 一直要等到二战之后的1957年 吉原游锅才正式退下了历史的舞台 最后让我们来重启日语小教室吧 游锅的日文发音叫做 但是游女则要念成 如果想要学习跟日本鬼有关的日文 兵长参与写作的《日本鬼秘画》 里面有中日对照 还有云端MP3档案哦 好的 在节目的最后 希望这个影片不要被黄标 月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我们下周见